國人十大死因出爐 癌症還是殘連第一 儘管艾滋病不在全人口的十大死因中 可是十五到二十四歲的青年族群 十年來艾滋病死亡率增加七倍 讓艾滋病首度進入了青年十大死因的第十名 在大批智慣合作下一串串美味的肉粽 終於完成 而這些充滿愛與溫暖的粽子 都是要分送給居住在中途之家 或經濟弱勢的艾滋病友 根據衛生署公布了最新一百零一年 國人十大死因 癌症還是連續三十一年居首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 艾滋病雖然不在全人口的十大死因中 但是在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人當中 十年來艾滋病的死亡率增加七倍 從九十年的一人死亡增加到一百年的七人 已經是這個年齡層的第十大死因 也發現其實在感染朋友裡面 大概有超過五成以上 其實所謂的中錯神 把這些自我防護的知識傳遞給他們 我想也是未來教育單位 或者是防疫單位可能需要關心的部分 明言團體表示 從衛生署的統計資料來看 一百零一年新增兩千兩百二十四個 艾滋感染個案 十五到二十四歲感染的人數為六百三十五人 是艾滋感染者增加最快的年齡層 由於過去的艾滋觀念 大多著重於同性之間的性行為 許多青少年認為自己不是同性性行為 就不會得艾滋 因而忽略的篩檢 等他發現感染時已經為時已晚 導致死亡率提高 他們可能會在現在國中或高中的校園 在這方面性方面的知識 以及相關疾病的預防宣導部分 可能做得非常的不夠 所以他們可能即使自己 若在有風險的情況之下 可能也不曉得該組合保護自己 醫生表示目前國內青少年 初次性行為的年齡已經大幅提早 建議學校應該更積極宣導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 讓青年了解到危險性行為可能遭遇到的風險 記者物雅宇丁國皇特報道